1. 作为问一个别人眼里乐观的人是什么体验,大概是上街快死了,别人还以为你在当秋千。 2. 谁说你没有毅力,单身这事那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。 3. 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,说实话,如果一个女的运气一直不好,我不知道她怎么笑得出来。 4. 很多时候你如果不逼自己一把,你就不知道你还有把事情搞砸的本事。 5. 每天闹钟响起之时,午饭吃饱之后,周末休息之时,你的雄心就变得微不足道。 6. 那些大方舍得为你花钱的人,并不是多么富有,谁的钱都不是大风花来的,而是他觉得你们的关系比钱重要,因为重要才舍得。 6. 你以为只要长得漂亮就由男生喜欢,你以为只要有了些漂亮妹子,就自己接上来了。 6. 你以为学爸就能找到好工作,我告诉你吧,这些都是真的。 7. 爸,那些太说,我再也不想上班了的人们,你考虑过班的感受吗? 7. 说上就上,说不上就不上,你让他怎么想? 9. 人类的拖延症有多严重,至今还有那么多猴子没有进化。 9. 神,对待人生和爱情,有三个方法,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 9. 接受,改变,离开,不能接受那就改变,不能改变,那就离开。 9. 换一种说法,便是,要么忍,要么狠,要么滚。 11. 为什么懂事天度英才呢? 11. 因为没人管笨蛋活多久,希望各位看官能在重重压力奋勇向前,虽然知道希望养忙,但是有时间就需要你飞而孤火的精神,否则怎么知道引火伤身是什么感觉。 11.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11. 节目